人间修行录 从古至今的修行差异 寻找真正的菩提心尊敬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来到人间修行录 在今天的视频中 我们将一同探索境界法师 关于生死心和菩提心的深刻见解 古人曾言 三灯酒上 百成烟水 念念了当大事 让我们跟随古人的脚步 探寻生死心与菩提心的深层联系 一起领悟佛法的真谛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共同感悟佛法的智慧 古人曾有云 三灯酒上 百成烟水 不但其劳 念念了当大事 这句话反映了古代修行者对于探求真理 参访善知识的坚定决心和不懈努力 他们历尽艰辛 只为了一件大事 对佛法的深刻理解与实践 继续我们的探索 在三灯酒上的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雪峰禅师对佛法的渴望 在刚开始的迷茫中 他三次前往头子山求教于大同禅师 并九次上洞山拜访洞山良界禅师 而百成烟水 则是善才童子五十三餐的故事 他穿越了111个城镇 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 这些修行者之所以能够承受如此辛劳 是因为他们将对佛法的探求 视为念念了当大事 生命中最重要的追求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深入理解古代修行者的心态 他们绝不满足于表面的形式与名像 不愿陷入空谈和学术的泥沼 对他们来说 修行不是简单的口头讨论 或是闲暇时的消遣 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真实的 直接体验佛法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实践超越了文字和理论 触及心灵的最深处 我们再来看看现代的修行者 在这个被称为末法时代的今天 情况似乎有所不同 很多人声称自己是为了序言如来的慧命 支撑佛法的传播 但实际上 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生死的重要性 他们专注于积累知识 扩大见闻 希望能够获得高位和尊敬 但这样的追求 与真正的修行目标 了解生死 求得解脱 相去甚远 接下来 我们来探讨古今修行者的不同 古代 古代修行者的修行路径是向内的 他们专注于内心 深入心灵 致力于研究真理和识破幻象 而在现代 许多修行者的重点却变成了外在的事业发展 忽视了生死的真正意义 这种内外相的不同 不仅反映了修行的不同方式 也预示着不同的果报 古代与现代修行者的这种差异 提醒我们要深思 我们修行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现在 让我们一同聆听偶依大师的感慨 大师曾感叹道 接接 不与菩提大心相应 云代佛阳化 无不信也 不与未生死心相应 云大菩提心 由不信也 这句话深刻地指出了修行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并不与菩提心相通 他们声称自己在传扬佛法 但这种声称难以令人信服 同样 如果一个人不真正理解生死的重要性 他们谈论菩提心 也是缺乏真正的深度和信服力的 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继续深入理解菩提心的真谛 如果我们不能与菩提心产生共鸣 不能真正地追求佛道和利益众生 那么声称自己是在代佛弘法 这种说法是难以让人信服的 弘法的过程并非轻松 它与在佛堂内的静坐和拜佛截然不同 面与的是无数的挑战和干扰 在这种环境中坚持下去 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你真正发了菩提心 深刻感受到众生的痛苦 怀着使命感去帮助他们 二是出于对名利的追求 除此之外 别无他途 因此 菩提心的真正意义远超名利之争 它关乎深切地理解生命的痛苦和寻找解脱之道 继续我们的讨论 欧益大师强调了一个关键点 你不是发菩提心 就是为了名利心 你才可能做弘法的事业 没有第三种情况 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 在弘扬佛法的过程中 如果我们的心不是出于对众生的慈悲和智慧 而是出于名利 那么这样的弘法最终将背离佛法的本质 因为佛法的根本宗旨是研究真理和破除迷惘 偶艺大师强调 不与未生死心相应 云大菩提心 由不信也 提醒我们 真正的菩提心是建立在对生死深刻理解和出离心的基础上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来到了今天分享的最后部分 广论中反复强调了一个关键的教义 如果我们无法深切体验众生轮回中的苦难 那么我们就无法真正帮助他们从这些痛苦中解脱出来 简单地与他们建立情感联系 并不能给予他们真正的帮助 因此 我们必须认识到 没有对生死轮回的深刻理解 我们就无法培养出真正的菩提心 这是佛法教义中的两个重要观点 对生死的深刻理解和培养菩提心 二者相辅相成 不可分割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深思这些教义 努力在修行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感谢您的陪伴和聆听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引导我们更深地理解生死心和菩提心的重要性 愿以此法不失的功德 回向给我已故的母亲 请佛菩萨慈悲作主 超把我已故的母亲 令她业障消除 离苦得乐 往生净土 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在修行的道路上 获得智慧和慈悲 共同走向光明和平静